網爆上海方艙慘狀 男子輩趙立堅金具做核酸檢測 上海市民隱無可忍 突破封鎖抗議 遭大批警察鎮壓 上海人怒吵 物資爛吊都不給我們 這是什麼國家 史上最大衛星迫近太陽系 科學家是過驚人天體 中南海同一日兩大動作 或為攻台做準備 李明志即將被釋放 或15號返台 日前每日風聲發布一篇題為 《上海突然暴雨 方艙女的慘狀難以置信》的文章披露 上海近日降下暴雨 南匯方艙發生了嚴重漏雨 南匯方艙的網友藍眼睛次虧也曝光了這件事 他寫道 南匯方艙嚴重漏雨 洞西靠腸我忍 皮子薄我忍 熱水器馬桶是壞的我都忍 今日這裏一下雨 我們這裏就漏水嚴重 這些是什麼豆腐渣工程呀 裏面還有很多人發燒 咳嗽等症狀 今天在哪裡住都不知道 此外連浦東方艙的隔離人士也在對外求助 直說浦東高橋港方艙簡直成了一片爛水灘 各種受苦受難 將人拉到這裏來真是倒了大梅 有六媒隨後報導了此事 並引述在南匯方艙進行直播的隔離男子的話 居住的房間不止漏水 更誇張的系大雨還整塌了屋頂 導致防止停水停電 而經該名男子實地探訪後發現 很多房都出現漏水現象 對此大批微博網友留言表示 建議給上海市政府的領導們 去這些流雨的方艙醫院住上一晚 既然將人捉來治療 那應該要當病人對待呀 為什麼要令人毫無尊嚴 屁育都被雨水打透 人緣捱淋捱冬簡直遭老罪 亦有網友強調 在眾多網友的相關熱評中 他見到令人非常責心的一句話 這不是雨水 這是上海人民的淚水 另據《蘋果日報》14日報導 推特上的一張照片顯示 一名黑衣男子撐著傘 在雨中排隊做核酸檢測 他在自己背部貼了一張趙立堅的黑白照 並著名 外交部 疫情期間生活在中國 你們就偷著落罷 網友指出 男子顯然是以另類的方式 來進行無聲抗議 《華爾街日報》8日報導 上海居民大圓圓和媒體說 我們對政府的信任正在下降 因為他們之前告訴我們 風控只會持續幾天 時政漫畫家變態辣椒在Twitter透露 現在除了官員不擔心吃飯問題外 上海還有一類人是基本沒有捱餓的 那些就是所謂的反賊朋友們 因為他們不相信政府 政府說不用斷糧 那就肯定要反注黎 網上還出現一段精妙的評論 小時候看官媒 每當聽到中方不惜一切代價 就以為自己是中方 長大了才徹底搞明白 原來自己只是那個代價 近日上海初步防疫 物資貴乏等問題導致民怨四起 上海人如今隱無可忍 多個社區居民自行解封 上街抗議 當地政府調派大批武警維穩鎮壓 4月14日海外社交平台Twitter傳出多則消息 披露上海浦東新區幾個社區居民 當日下午1點左右突破封鎖 齊聚浦東新區張光鎮向南路抗議 網傳視頻可見 現場有人高喊口號 還有人大喊打倒共產黨 上海官方則出動大批 穿著防護服的武警到場拉上封鎖線 強行驅趕群眾 居民們大喊撤離撤離 你們只會鎮壓人民 有本事你們將方艙撤離 憑什麼叫我們撤離 畫面中大批武警無視現場市民的訴求 拿著盾牌一步步逼近市民 現場抗議民眾喊著 看下這些就是人民警察 你們打死我們好了 期間有居民和武警爆發推擠衝動 警方逮捕多人 不少人大喊警察打人啦 你們這群畜生 另有網友爆料 上海浦東新區張光鎮立市國際社區 被政府強徵公寓做隔離方艙 結果爆發大規模抗議和衝突 據網友描述 上海浦東新區張光鎮立市國際社區 共有500名居民 3月被徵用了5棟樓作為隔離點 3日前 張光集團又突然臨時告知 要3棟樓的住戶當晚搬走 徵用14棟樓作為隔離使用 當地居民表示 我們與張光集團 與張光鎮政府領導進行了兩天談判 他們同意去協商 結果在今日 大批警察在校區門口想強行進入 強行捉人 此舉引發當地居民強烈反抗 因此與新村防護服的警察爆發激烈衝突 現場哭聲一片 有婦人跪地施心烈肺地哀求 求求你們啦 求求你們啦 但警方並未因百姓哭泣而停止暴行 網傳視頻顯示 一名女子哭著說 警察就是這樣的 為了將1,800個陽性病人 塞入我們這裡 打我們的居民 打老人 打女人 我們下季求饒都不行 捉一個打一個 目前警察捉人打人的相關視頻和圖片 在大陸網站均租到快速刪除 4月14日 網傳視頻顯示 上海市徐匯區龍山新村居民發現 當局將物資都在一起 寧願爛都不發給老百姓 視頻拍攝者說 將我們關在家關了一個多月 不發物資 物資到了 寧願在這裡爛掉都不給我們 她表示 官方不止不給拿物資 現在還叫我們出錢 幫我們送上門 該拍攝者非常憤怒 怒哭到 你看 全部在這裡爛掉 它都不給我們 這是什麼國家 其實這不是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 上海封城初期 民眾就發現外地援助的物資被囤積 沒有人發放 之後民眾還發現 花重金購買的菜包包裝上寫的它是捐贈物資 民眾懷疑官方在賣物資 日前 上海浦東區居民王先生和NTDTV記者說 政府在這裡組織賣高價菜 街上做賣高價菜 他帶頭賣高價菜 蔬菜賣十幾元一斤 肉賣三十幾元一斤 什麼都高價翻倍 最少翻一倍 甚至兩倍三倍 但是老百姓錢有限 很多都賣不起 只能夠餓肚 他表示 買不起高價菜的民眾 只能盡量小吃 或者天天吃稀飯 政府做獨家生意 你不買政府的 你私人買菜 就抓保障部 以保障的名義來漲價 政府帶頭漲價 老百姓買不起 政府買的菜又差又難 還不能提意見 據上報報導 在太陽系的邊緣歐特環附近 發現了一顆有史以來最大衛星 編號為C-2014-UN271 該衛星正以 沒有小時3.5萬公里的速度 接近太陽系 美國國家航空機太空總署 網站文章顯示 該衛星將於9年後 也即2031年追接近太陽 它與太陽的距離最近處 不少於10億英里 這個比土星的距離略遠 因此不用擔心會對地球構成威脅 這顆衛星被首次發現 是在2010年11月 但直到最近 先被哈伯太空望遠鏡證實存在 哈伯太空望遠鏡最新觀測結果顯示 與典型衛星相比 此衛星為核質量約為500萬億噸 質量大10萬倍 直徑約129公里 比以致大多數衛星大50倍 報導說 這顆來自歐特雲的原始衛星 為天文學家提供了一個研究的機會 這樣的原始天體 有助於科學家從中了解太陽系的形成過程 澳門科技大學的太空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許文韜說 這是一個驚人的天體 它在太陽系邊緣 卻仍然那麼活躍 因此它猜測它可能非常大 今年1月8日 它的團隊利用哈伯望遠鏡 拍了五張衛星的照片 成功證實了它的大小 中共官媒在4月10日推出兩則重要新聞 一則是中共中央 國務院發布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 另一則是習近平去海南省三亞市考察 有分析認為這兩則新聞看上去沒有關聯 但實際上對台灣發出警告 在俄羅斯即將對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發動大戰之際 北京利用俄國對美歐牽制的這個時機攻台的可能性增大 時評人周曉輝法文分析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最重要目的 是一切由黨中央說了算 從資金、人員、市場價格、供給、配給等一切都由黨中央掌控 將有限的市場經濟扼殺 即使美國一再發出警告 警告北京不要誤判形勢武力攻台 但北京最高層並不排除 在並不準確的情報下誤判形勢 而在戰爭前後 將所有物資、市場掌握在自己手中 應該是必然的選擇 以戰時的蘇聯、納粹德國、日本 關通過實行戰時的經濟管制 以集中全國人力物力滿足戰爭需要 因此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目的 或是為了戰時經濟做準備 都是在10日這一天 習近平首先前往海南三亞市 考察了崖州灣總指實驗室 強調中國糧食安全關鍵在於自給自足 而總之是糧食安全的關鍵 隨後習近平前往中國海洋大學三亞海洋研究院 他強調 建設海洋強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戰略任務 周曉輝在文章中說 試想一下如果北京發動戰爭 絕對會面臨來自美歐的強烈制裁 好像現在的俄羅斯一樣 不會復遠的北京只會加速與西方的脫鉤 到時國內極有可能發生良方 因此新研發的基因種子或就會發揮一定作用 這也是為什麼習要將總之安全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 三亞海洋研究院目前的工作主要在兩個方面 一是構建南海立體觀察網 二是牽頭建設南海海洋大數據中心 服務於中共的所謂海洋安全、資源開發等 顯然對中共海軍具有重大的意義 沒有這些研究、數據、中共攻台也會受到阻礙 因此習近平考察三亞海洋研究院 目的應該不只是看其研究進展情況 或者也是為攻台做準備 近日台灣駐歐盟的代表蔡明燕 在接受英媒專訪時亦表示 不派取未來五年北京軍事攻擊台灣可能性 台灣須做好準備 台灣NGO的工作者李明哲 於2017年被北京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五年 在大陸湖南赤山監獄裡面服刑 昨天北京國台辦的發言人馬曉光表示 將於近期釋放你 陸委會對此指已協調協助反台的準備工作 今日據居中的協調人士說 你預計15日上午從廈門搭乘航班回台 據自由時報報道 陸委會表示已經第一時間 將信息給李明哲家屬 而且已經協調相關單位協助反台準備工作 募令李明哲能在最短時間平安順利地反台 陸委會續指 李明哲案引發台灣人高度關注 感謝這段時間 包括長沙台商協會的榮譽會長林懷等 國內外、各界與民間團體、有關方面與人事 陸委會還強調 對於台灣人在陸其他個案情形 應盡力通過各種管道掌控情況與提供協助 同時呼籲 重視台灣在陸權益保障 方有利兩岸往來交流 據中央社報導 民進黨籍立委洪生漢陳說 李明哲被北京控顛覆國家政權罪是荒謬的指控 李明哲根本無罪 他呼籲北京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規範 李明哲